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岳 今天我们到渭南大利了 现在在镇上 准备找个饭店吃个中午饭 然后吃完饭以后去粉丝家里 小岳要的是油包干拌 我们把面都吃完了 果果把饺子剩了 小岳给打包了 吃完饭出来 本来想开车走 发现前面车胎爆了 今天真的是太老了 我拿好条 老药去带东找 但是我们太可疑 真的是太可惜了 把这个轮胎修好了之后 咱们还可以继续走 但是爸爸会修吗 应该会吧 你自己能弄吗 不等救援的话 你会换吗 那你说你的意思 掉落救援一下 你自己会换吗 会换的话你就自己换上吧 我没换过 天呐 你这是导贝的一切 哈哈 你一个人的话 那你怎么办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开车跑这么远干嘛 我靠 这么大了螺丝 哎呀 掉下来了 拿锤子打一下终于摘掉了 这么这么老虎的 哦哦 拿上锤子也特意保险 刚才把那个备胎换上了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回西安 感觉那个胎 太小了 太小了 不是特别那个保险 主要是等一下回西安 还走高速 对啊 所以去把那个大胎去铺一下 铺好之后还是换上那个宽材吧 终于把车胎弄好了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去粉丝家里看看这个冬枣怎么样 小果摘枣的心情都已经好像凉了 狗狗 狗狗 咱们现在能去摘枣了 好 摘到粉丝朋友家里了 他还得先上班的 到了妈妈在家里 他们家主要是种的樱桃 还有枣 然后还种了个好核桃 现在这摘了好多核桃 咱们就等下去果园里看看枣 看看枣尔那个长势怎么样